年底九合一选战日渐迫近 国民党今天也选赛选情紧绷了台中市 盛大举办第一场联合造势大会 班旧以党主席身份出席 并亲自授旗给市长和市议员 中台湾选战倒数起跑 大力挥舞从主席手中接下了战旗 吴志强代表国民党参选大台中市长 我们要把大台中实现 所以我的证件是大台中实现中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到台中出席活动 顺赞胡志强积极推动各项市政 让台中成为国际大都会 呼吁市民不要在乎市长做得久不久 而是要在乎做得好不好 11月29号拜托大家 让一个有能力 有远见 有计划 并且懂得理财 懂得交通的市长继续做 好了 好了 隆景到乌日再回到乌封 我们要一个大环线 这一条环线总统答应我 他出266亿 距离年底选战已不到百日 选情逐渐升温 虽然外界认为大环境不利来因选情 不过市长胡志强说 他对迈向连任之路信心满满 新航亚太电视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